各位小朋友大家好 防疫停课期间大家辛苦了 大家在家的时候 记得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 如果有身体不舒服的情况 一定要跟家人讲 那美劳课呢 老师准备了一个比较简单的卡片制作方式 等一下呢 老师会讲解制作过程 如果在制作过程你有看不清楚的话 可以把影片倒退一些 重新再看哦 好那现在我们要开始准备解说 卡片制作的过程 首先呢我们先准备一张A4的白纸 我们先把它对折 那对折的时候呢 请你记得脚对脚把它对折好 长边对折好之后呢 我们再把这边 长边再对折一次 对折好之后呢 我们要做一个造型 那老师画的是爱心的造型 那等一下请你画爱心的时候呢 我们要从对折的这边开始画 如果你从这里开始画的话呢 那爱心就会画错哦 那画的时候呢 请你尽量画大一点 老师说过很多次 画大一点的话呢 比较好去做画 那你画爱心的时候要特别注意 我们这边 这边要凸出去 有一个平平的地方 那等一下我们剪的时候呢 它才不会被我们剪成两个爱心 那老师就尽量把爱心画到最大 那你会觉得这边爱心平平的 好像很奇怪 但事实上并不会 因为等我们剪开之后呢 它才可以像这样子打开 那现在呢 老师剪一次给你们看哦 那小朋友如果在画爱心的时候呢 觉得画不好 你可以轻轻的画 那画不好呢 再擦掉才不会有太大的痕迹在纸上面 那我们剪好之后呢 打开 爱心砍片就完成咯 接下来呢你可以画 在上面画 那因为我们母亲节快到了 那我们最近也正在做母亲节的东西 所以呢我这个卡片就设计为母亲节卡片 那老师的封面呢 画上了Happy Mother's Day 就是母亲节快乐的意思 你可以照着老师的卡片封面呢 写一次 或者呢是直接写中文母亲节快乐 那翻开里面 这里呢老师有画一个简单的图案 你可以画妈妈跟你相处的样子 然后呢老师在这里画了一个爱心 代表呢妈妈对你的爱 也代表你对妈妈的爱 那你可以把想要跟妈妈说的话呢写在这上面 那如果你觉得平常爸爸照顾你很辛苦的话 你也可以把这张卡片送给爸爸哦 最后呢如果你觉得背面没有什么东西很单调的话 那你可以画一个简单的图案 那像老师呢就画了两颗 温温温的爱心 中间写上love 爱的意思 那当你完成之后呢 就可以把这张卡片送给你的家人咯 那老师今天的讲解就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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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